第一,经常慈悲的人,人会越长越漂亮,不会很凶恶,脸不会长得很憎恨。 第二,夫妻常随身,经常慈悲的人,福气是跟着你跑的,越是慈悲,你这个人越有福气,不肯慈悲的人,就是没有福气的人。 第三,我安安,经常慈悲的人,睡觉睡得着,很平安,不会难过,害怕。 第四,觉安,就是感觉很平安,只有慈悲的人,他才感觉平安。 举个例子,今天你对人家不好了,你感觉就不平安了,你知道他总会给你反击的。 今天我在公司里骂了这个人,你马上就会想,他会不会去总经理那儿讲我的不好,你就不平安了,就不舒服了。 第五,就是不见噩梦,经常慈悲的人,他不会做噩梦的,很深刻的人,才会做噩梦。 第六,接护,一个人有慈悲心,天上的菩萨,天上的护法神都会保护你的。 如果没有菩萨保佑你,就说明你还没有慈悲。 现在真正慈悲的人有几个,慈悲是不容易的,慈悲的人必须有度量。 第七,仁爱,就是人见仁爱,人家看见你会喜欢的,你这个人很善良,你这个人很慈悲,我愿意跟你交朋友。 第八,不毒,就是说,慈悲的人不会被毒要毒死。 大家说,我们生活中,有没有被人家害死的人呢? 第九,不冰,就是说,慈悲的人不会被兵器和刀兵的人所伤,不会被战争环境所害。 第十,水不淹,慈悲的人不会被水淹死。 第十一,火不烧,慈悲的人也不会被火烧死。 第十二,在所得利,只要是慈悲的人,你所做的一切都会得到利益。 不懂慈悲的人,你去动坏脑筋好了,到了最后,得不到利益的。 第十三,死后生天,生犯天。 慈悲有这么多利益,想想看,一个人的慈悲是多么重要。 如果一个人不懂得慈悲,他就不懂得修心,慈悲也是修行的最根本基础之一。 不懂得慈悲的话,他就不懂得修行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